又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麼今天我們邀請了兩位來賓 都是我們很熟悉的老朋友 那麼是盧錫鵬教授 另外是楊聖環處長 他們今天兩位要共同來 跟大家來探討 臺灣在新經濟的浪潮當中 我們在AI的應用 到現在IoT的發展 也包括5G的建築 也都即將上路了一個未來的路上 我們在新經濟的領域 臺灣的佈局到底目前的真相 那我想他們兩位 會給大家非常精準的答案 我們來看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看到美國開始公佈 第二季的GDP 那麼川普 大家注意到 川普在上週到伊利諾州的一個美國鋼鐵公司 有一個廢棄的鋼鐵廠 那麼他開爐典禮 那麼他特別致詞 他說明天要公佈美國的這個GDP的數字 他說如果四字頭開頭 我會非常開心 他說如果不是四字頭 三字頭 後面如果七八九 他說也很滿意 那結果出來最後是百分之四點一 這個四點一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在歷年當中 這個是在四年當中 最高的單季的經濟成長率 這個經濟成長我想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美國帶動的成長 川普也正在進行第二次的降稅 這個降稅當中 第一次川普的減稅 讓美國的資金回流 造成美國的股息發放 包括回購 包括企業過病 都出現巨幅的成長 那這個看起來 美國經濟正在順境中 那這個禮拜聯準會是決定暫時不升息 所以這是維持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川普已經也是提醒 聯準會不能一再升息 讓美元不斷地走強 因為會讓美國喪失競爭力 一個總統對經濟上的指使點點 川普應該算第一個 我們也看到臺灣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現在上修到三點二九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從蔡總統上任的第一季 我們從負的零點三 到一點零一 二點零四 到二點七七 那二零一七年的第一季是二點六四 二點二八 三點一八 三點四二 下半年的成長 積極相對是高的 我們第一季三點零二 第二季三點二九 這個數字其實已經告別 過去幾年的低成長 所以臺灣的經濟基本上是在漸入順境當中 這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事 我們在看到現在的情勢 這個美中貿易戰 這個一直不斷在升高 這個禮拜川普不斷絕對中國的產品 兩千億 割十趴現在準備升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看到經濟日報的受任 他特別提到美國對中國懲罰性的關稅 全面增加到二十五 那他說美國其中選舉 會不會是貿易戰的轉捩點 大家要特別注意到 這個事情剛剛開始 其實企業界對這個事都非常掉以輕心 我看這個台大電董事長海英俊說 川普的下一步非常難以預測 那很多企業界人士都把川普當商人 當成瘋子 但是大家知道 這後面是有戰略的 這個戰略當中 你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四十年來 從前手未見的這個發展之外 你看到美國開始轟手 大陸四十九家企業 就是技術上的封鎖 所以從中心通訊之後 他以國安為由禁止出口的 包括射頻 微波等技術 給大陸的軍工企業 這當中大家特別注意到了 其實這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 這個是國際民航公司 大陸對國際民航公司 刺警他對四十四家民航業者 不得把臺灣列為國家 這樣的一個型態 美國白宮只用了 這一個字叫Ovenio Notions 就是歐威爾的胡言亂語 意思是什麼 一九八四這本書 他是極權獨裁者 那麼他統治駕裔人民 他用高度監控的手段 來控制人民 這個其實美國已經在 影射中國極權政權的可怕性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 美國的三家航空公司 被迫把臺灣的名字拿掉 標注外交部 要提醒說尊重大陸人民的感情 這是大陸的外交部 但是美國的學者講 經濟脅迫啊 正在摧毀中國夢 所以他也特別提到這一點 這個情況大家可以特別看到 這一期財訊有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我最近特別推薦很多朋友去看 有一部電影叫 這個一代彈珠 就是一個納粹的兩個小孩子 他們在到學校被別上一個 有納粹黃色的這個星星的徽章以後 那爸爸回到家 就叫他們要逃亡了 所以兩兄弟的逃亂的過程 大家特別注意到 在一九三三年 希特勒當政之後 他在一九三五年 通過一個紐倫堡總諸法 那一開始 他對以色列的有猶太的 如果這家公司有總經理 跟董事長是有是猶太人的話 這個企業課稅二十五趴 後來再升格到有一個股東是猶太人 那他稅率最高到九四趴 最後把猶太人手的財產 全部洗掉了 洗掉以後 現在他特別提到這篇文章 其實我後面看了一段話 是觸目驚心 他說他說這個 如果按照這樣的情況 大陸有一天 如果這個州美貿易戰 讓中國的情勢緊張的話 他說隨著中國越來越缺錢 找人抄家的需求 也越來越強烈 他說聰明如郭董 應該知道要為鴻海股東 做些什麼事 但是還在中國的 擁有大量資產的台商跟台勞 都應該想辦法尋找退路 這篇文章 其實他講得非常驚悚 但是如果按照目前這個情勢來看 大家可能背後要一些危機感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中美貿易戰在升高的過程當中 最近突然出了一個情勢 本來是中國在尋找歐盟 要共同對付美國 但是川普再用了一招 在拉攏歐盟 把美國跟歐洲跟日本 現在合作共同建立 零關稅 零壁壘 零補貼 這樣的一個合作聯盟 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經形成一個對付 中國的一個統一戰線 這樣一個在統一戰線 也正在摧毀中國 現在所構築的一個新的經濟戰略 我們也看到大陸現在一帶一路 現在開始告急 你看到巴基斯坦現在財政告急 要跟國際貨幣基金來求援 美國說不行 美國說國際貨幣基金不得給巴基斯坦 澳園 我們也最近看到國務卿 蓬佩奧現在去開始經營印太 這個印太戰略也是在 跟一帶一路要做對壘的 他特別提到 他說美國需要一些自由的區域的 這個盟友 不是一個用強制手段 去讓人害怕的政權 所以現在看起來一帶一路 跟這個印太的發展 就是互相被苗頭 那我們看到川普現在也在跟 伊朗的總統喊話 他說可以不考慮跟伊朗總統見面 那最近這個情勢 大家特別注意到了 一個是越南的臺商 可以掛中華民國國旗 這在過去來講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 那現在掛出來了 這禮拜大家特別注意到 美國再來協會可能派駐海軍陸戰隊 同時美國也開始在國防 這個跟臺灣之間開始 他通過一個國防新的法案 那這個看起來都是 招招對著中國在打 那我們看到中美貿易戰持續升高 大陸開始有人在批判 這個文章也特別提到 他說中國有些智庫 那麼不斷地在誤導 比方說他談到福岸綱 所厲害的我的國 他說我中國在二零一三年 整體國力已經超過美國很多了 那他說大家只一味討好最高領導人 但是訴求了民粹 把中國帶到誤入歧途 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稍微注意到 在美中貿易戰之後 這個情勢在升高以後 看起來會比較麻煩 我們看到人民幣不斷地在貶值 大陸為了防堵資金的外逃 現在有非常多的手段 另外大陸的房地產 這個最近被舉發的碧桂園 這個負債九千億人民幣 現在看起來狀況都比較不妙 這是大家特別注意的 所以川普的升高 他最近提到他說不惜五千億 要全部都課稅 這個一課稅恐怕情況嚴重 那另外最近也特別提到 有人認為美國會大跌 大跌當中 有人認為牙肩股 這所謂FAMZ 很多人把內費值列上去 其實現在微軟都被拋在外面 大家知道微軟市值已經八千多億了 那大家看到這個禮拜 這個蘋果的股價到兩百一十 兩百零一點七六 他已經到九千九百一十八億了 是不得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蘋果是全世界第一家 超過 可能挑戰一兆美元的市值的公司 那亞馬遜已經過了九千 那這個Google到達八千六百多億 另外微軟到八千一百六十三億 那這個情況 現在五大公司 大概只有FB 現在看起來稍微比較落後遲鈍 這是大概在這個禮拜當中 我們給大家做了一個簡報 回來之後 我們先介紹兩位來賓來看看未來的新經濟發展 到底未來的展望 我們先請我們盧教授跟觀眾朋友問候一下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我們盛環兄很久沒了 他在大同公司擔任處長 處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我們這個單元 就先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我們再來深入來討論 臺灣的新經濟發展的道路 那麼現在包括新經濟的應用 我相信這個是如河如土 我看到我在不久前去臺南 看杜一錦先生正在為臺南市政府發展無人飛機 那現在很多城市 大家都在做智慧城市 那大家是如河如土在發展 我看鄭優最近擔任智慧城市的會長 那臺灣在5G現在很多的公司也都起跑 那現在很多的基礎建設的建置 正在慢慢發展當中 所以未來的發展跟展望 我等一下回來我們請兩位好好 來跟大家說明臺灣的新經濟發展之路 稍微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我們看到新經濟的發展 已經不斷的像風浪一樣 不斷的往前鋪 這當中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一次我到華為去看了5G的建置 他在一個展廳當中 其實有兩個重點 一個他是未來的5G的建置 另外一個是未來的他的 Total solution 就是未來的智慧的所有的方案 包括智慧醫療 智慧教育 智慧城市 智慧電表 大概都在這個上頭 那我們也看到這個我到華為 他有一個你刷個臉之後 他幫你變成國際媒體的 後面人物 模擬一下 那大家可以乾乾過癮一下 那大家看到 到目前來講 包括華為在無人飛機 這樣的發展 包括機器手臂 包括智慧城市 這個是商談科技 他在應用的這個 現在的人臉辨識 在未來的無人車的發展 這個是對賣場 很多的這個在監控上的發展 都已經是新的應用 越來越深入了 那這個也是 另外 這個是我到了美迪 是荒洪波先生 他是全中國這個最高薪水 他個人的這個年薪 大概超過六億人民幣 這是臺灣看得非常羨慕 那我們也看到 現在智能的建置 他已經到無所不在的地步了 那我那天到了小米的賣場 這個你也可以看到 小米現在很多的新科技的應用 在物聯網的發展 他已經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小米現在包括體重劑 賣九十九 一百九十九 那小米的手帆 現在也是非常受到歡迎 連這個小米的這個牙刷 現在都開始應用到Smart的概念 我想這樣的一個建置發展 其實我在這次到申俊的知行 都感受到大陸 尤其在南方的中國 對新經濟的發展的蓬勃發展 那我也想先請教我們盧教授 來看看臺灣到目前從AI 我們有很多AI的這個學院 也包括現在政府的這個AI的計畫 大家都不斷的在往前走 你觀察 如果你從學校的角度 從教授的校園 來看臺灣現在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新經濟發展 尤其AI的路上 我們到底跑得快不快 跟國際比較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的現況 到底怎麼樣 是 我會覺得前陣子這個中研院 跟各大專院校合作的這個AI學校 我覺得是臺灣的起跑的第一步 因為我們缺大量的人才 不過我們談到AI 一個非常重要的 他的東西呢 AI的問題是在數據 而不是在城市設計 你知道我一九九二年 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 回到臺灣科大 我教的第一門課 就是人工智慧 那我教了三年以後 到了一九九五年 我覺得人工智慧沒有前途了 那於是改交電子商務 但是這一波的革命 一直到了二零零六年 這個加拿大的這個多倫多大學 有一個教授叫Hinton 他寫出了一個新的 algorithm 叫做深度學習 這個深度學習 完全改變了這個過去AI的概念 過去我在臺灣叫的AI 我叫做舊AI 舊AI有一個特點 就是城市設計師的功力 非常重要 因為那個時候 寫了很多recursive的語言 不管用prolog 那個時候產業界也說 因為這種遞回的語言 機器不夠 所以我們要有AI machine 但是過了二十年以後 這次的深度學習 他們發現他用了很多的是 矩陣運算 那這個我們應該這樣子講好了 所以CPU到GPU 就是一個重要 重要點 然後後來會有AI晶片 一些的想法 其實故事都重複在發生 但是故事後面的AI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說在舊AI時代 要由人來定義城市 人來定義特徵值 譬如說股票 有什麼樣的因素是重要的 但是在新AI時代 是由電腦自己來定義特徵值 電腦自己來這個找到重要的變數 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這兩個很大的差別 我舉個例子來講 也就是說在新AI中的重點是由數據 由電腦來找到 舊AI是由人來寫程式來找到 所以學生在這個進入AI 這個體系裡頭 就要注意一點 重點不在深度學習的 algorithm 重點在你有沒有數據 因為未來的這個深度學習的 algorithm 像是這個不管是大陸的百度 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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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mazon等等之類的 他們大概都會無償的使用 就像當時這個行動手機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寫行動手機的程式 但是現在一個高中生很輕易的 就利用iPhone的API 就可以拿到很多的algorithm 但是重點在什麼 在數據 我舉個例子來講 在我教AI的時代的時候 由人來定規則 所以我們的翻譯 中英翻譯幾乎是達不到的 但是在新AI的過程中 是由電腦在數據中 找到文法的規則 所以現在翻譯技術無所不翻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這個是新AI的翻譯技巧 這個當初在我教AI的時代裡頭 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我們來試試看 漢堡很好吃 英文怎麼說 漢堡很好吃 日文怎麼說 漢堡很好吃 西班牙文怎麼說 漢堡很好吃 韓文怎麼說 我現在用這個都跟我們家的印尼外勞 在講話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在舊AI的時代裡頭 這種翻譯的準確度 大概只有到小學的程度 對 因為由人來定文法 人來定中英對照的規則 所以舊AI都是用人在思考 但新AI呢 不是 新AI是因為在這個Google上面有中英對照 所以你現在只要上一個APP就可以直接 不是這個Google的 Google這個Google的 這個以後的這個 這個沒有APP 就是Google本身在Android上的 免費的使用的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這個這個Google的做法是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在網路上有九百億個中英對照的句子 是電腦找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現在的AI的發展呢 因為現在的深度學習非常的流行 所以學生們呢 通常都會 智慧音箱也是這樣的一個應用的 一模一樣 一樣嘛 因為因為這次的深度學習主要是放在圖片 那聲音是可以轉換成圖片檔案的格式 所以聲音比圖片簡單的非常的多 所以智慧音箱現在呢 會成為第一個成功的這個應用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應用 而且馬上就會有大量的商業化 舉個例子來講 Amazon的A口就說 我的Alexa除了放在家庭之外 他歡迎各行各業來用我的Alexa 所以未來福特汽車上呢 你控制你汽車的這個電子零件呢 是用Alexa來控制 未來很可能你去吃東西 買東西 電商都是Alexa 將來有各種不同語文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不是Alexa的應用 而是當你開車是Alexa 電商是Alexa 你的這個家庭是Alexa的時候呢 以後的你的李磚是誰 你的李磚也是Alexa 因為重點是Alexa掌握到了你所有的數據 當掌握你所有的數據之後呢 那個商機才是真正的開始 所以臺灣發展電商除了機器 除了Algorithm 其實更重要的東西是我們的數據 我以前常常開玩笑說 你今天要copy這個支付寶的程序 非常容易 你可以找一群很厲害的程序設計師呢 你花六個月的時間可以做一個一模一樣的支付寶 一模一樣的天貓 但是呢 你沒辦法取代他 因為你沒有數據 我以前常常開玩笑 臺灣很多銀行的CTO 他說他最怕的就是我的競爭對手呢 在報紙上登了一個新功能 他今天早上就會被他們董事長叫到辦公室說 別的銀行有這個功能 為什麼我們沒有 但我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功能將來不是未來重要的 重要的是數據 你可以做一個一模一樣的螞蟻金服的功能 但是你沒有數據 no data no talk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國家要放在數據 為什麼最近AIoT很流行 因為IoT是收集數據非常重要的東西 重點不在Algorithm或machine 那兩個未來在美國中國那種大的國家裡頭 他們會有自己的免費的這種服務 但是臺灣如果要走出重圍 臺灣的年輕人要得到創業之路 你必須要有數據 這個數據才是未來人工智慧發展的Foundation 最近那個京東的劉強東 是 他講了一句話 我有點震撼 他說中國在發展新經濟 在網路上的創新已經到盡頭 他說下一個回合 很可能是一個傳統製造業 再起的新的讓頭 那這個話看起來跟我們現在想的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 大家都一直往那邊走 那大陸那些新經濟的公司 現在好像有人開始轉向了 那這個轉向到底他後面意味著 他的發展是怎麼回事 因為如果按照目前這樣的一個 大陸已經到 臨裡盡致 你看從阿里巴巴到騰訊 這個有沒有意指說原來像比如說他們現在大陸在那個那個送餐服務 已經到你無法想像了 那這個共享經濟那個小拉車堆積如山 那這個有一些就大家太過擁擠跑到一個方向上去 然後現在有很多的靈異變成一個真空狀態 他是不是說當大家擠到那邊的時候 另外一邊沒人擠了 看起來有機會 是不是這樣的意涵 沒錯 我們說常常講說 這個零到一的作者 這個Peter Seale就講過一句話 當我們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叫一到N的推廣 那零到一的創新是要看到別人 沒有看到的秘密 所以我以前開玩笑說 凡是在媒體上大幅報導的模式 通通不能做 因為這個你想想看 一個全世界所有競爭對手都知道都拍手較好的模式 這個做法就將無力可圖 但是我們說所有的功能都可以copy 但是數據是要花長時間累積的 如果你要得到的長期的競爭優勢 我們說Amazon Echo 就不是他的智能音箱的語言 我剛剛用的是Google的系統 他可以做得非常完美的 因為這種的程序 基本上未來會成為一個API 任何任何高中生小學生 都可以自由取用 但是Alexa如果今天假設我們金河兄用了Alexa 你的家裡的資料 你開車的資料 你電商的資料 你投資的資料 都透過Alexa在進行的時候 他掌握到你的數據 一旦他掌握到你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的數據 再經過人工智能的algorithm 對你的預測了解越來越精準的時候 那天下無敵了 就像我們今天的螞蟻金服跟淘寶跟天貓 重點不在功能程序 在數據 所以我覺得學生要發展人工智慧 投入這個生涯 你要多重視一些數據的收集 就是不管是IoT AIoT 而不只是所謂的深度學習的 algorithm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程式的應用 我想這個也給大家提醒 就是說現在很多所有產業 其實在一個大環境都是一個變動不拘的 那生涯上回來 你來看IoT的發展 像我去年到艾爾蘭 他們的政府官員就告訴我說 艾爾蘭的政府每一年 他總理府都跟大學教育的這個發展 他們都高度連結 他說他們預測在未來這個每一年需要的 IoT的人才大概三千人 所以各大學專門廣設IoT相關的科系 所以他說全世界都可以來艾爾蘭 來尋找人才 那臺灣現在到 到底我們IoT的應用 到什麼樣的地步 盛管兄等一下告訴我們 好吧 稍後回來 好 在這個待會兒我們來看IoT的應用 我這一次到順德去看美迪 美迪是個白色家電 是 你看到他現在連這個洗衣機 他已經做得很有型了 那冰箱當中他已經再加上包括冰箱 你你沒打開他就知道你的存量多少 然後現在如果冰箱已經十五塊用完了 他可以包括這個外賣就可以去叫餐 所以這個就是已經到一個很高階進展的路了 那這個是門禁 你看到在美迪的門禁當中 他進去之後大概有各種不同的應用 所以這個是雲的發展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這個應用 都已經到越來越成熟 所以我想聖管聖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現在臺灣IoT的應用 到什麼程度 我想過去那個大同 大家想到就是大同寶寶跟大同電鍋 但是呢 其實呢 現在在像所謂的AI跟IoT的時候 其實包含像社長剛才提的 像大同莊園 其實就是數位家庭 還有包含現在的智慧能源 也就是智慧家庭跟智慧能源 那在家庭裡面呢 這些IoT包含美迪的這些應用 其實很訴求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是安全性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安全性上面來講 如何讓進去住戶是安全 而且不會遭小偷以外 也不會發生火災 那另外很多的智慧家電的這些連結 他收集資訊之後 以後就可以賣這些相關的家電 那知道 因為他會知道這些客戶的一個 相關的使用習慣 所以這些都是IoT上面的一個應用 那現在其實大同這邊也在做 那更重要像智慧能源的這一塊 也就是說像我們知道之前 有大停電的事情發生 如何在確保這些大停電的時候 這個區域不會停電 而這些的用電的效率 包含在家庭裡面 其實他的用電節能上面 其實也是更有訴求 所以我們認為說 其實他的整個的應該說 舊經濟跟新經濟 其實我們認為一直開始在演變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像新經濟的創新上面 其實也帶動新技能的崛起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包含賈伯斯 那時候做iPad的時候 他是幾十個面板的那種模塊 去看他的大小 他個人的認知認為 後來看一下九點七寸 剛好都不會擋到 那就選擇九點七寸 而他也是大賣 也就是說在過去 其實他是一個認知的經濟 大家這些的CEO 這些認為 大概什麼會熱賣 那so far他就會熱賣 但是其實現在已經到了 所謂的 我們認為是分析的經濟體 也就是說在全球 在分析相關的 有十五點四兆美元相關的商機 而目前跟AI相關的話 其實可以占到將近四十%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整個的應用 他過去跟現在有一些不一樣 以前你可能性價比很高的產品 就可以賣 但是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產品琳瑯滿目 你怎麼知道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 你要非常瞭解 每一個人 他到底他需要的是什麼 統計起來之後 才會有他特定 他需要的一個相關的 一個產品出現 所以你現在的推播 跟以前都不一樣 現在都是IG Twitter Facebook 以前的話就是電視廣告 所以整個的使用的 一些習慣也不一樣 然後創造的都是個體化的 一個分析的一些創造出來的商機 所以先技術來講的話 其實也跟過去不一樣 我們過去常常講 就是摩爾 現在我們知道張忠摩爾 他也說了 現在已經沒有摩爾時間性 而且已經到了臨界點 更重要的是 以前的話 通訊的科技 他是在軟體硬體的升級 所以在過去像Microsoft 他在以前視窗的時候 他就是淘汰 讓大家硬體升級 但是他從二零一二年開始 他也轉變 所以在新經濟帶動 這些新巨人上面來講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到 有兩個巨人星級 一個是Ameron Ameron其實在過去五年 其實他也長了六倍的市值 不得了 他現在快要九千了 然後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大 那已經超越所謂的Google 另外的話 其實像Microsoft 其實也在他 他在所謂Wintail時代 沒落的時候 其實他也崛起了 那也是靠的是相關的一個 推動這些分析跟雲端 跟AI還有IoT的應用 所以其實他在過去五年 也漲了三倍 所以他整個的一個市值 其實也是大概是在第四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在過去跟現在 他整個的經濟體 其實有轉變 所以在未來 我們認為說要走的 像AI IoT 這個我們認為是勢必要走 你那大同莊 也能夠跟講一下 就是說我上回 我也去看了 就是說一般傳統推房地產 就蓋個房子 但是你現在包括智慧醫療 也在裡面 就是說如果你突然半夜 這個心臟病 你跟醫院馬上可以連結 你在居家當中 去量你的這個脈搏 心跳 包括這種你的血壓 是 這個 這個就是說你從智慧 這個醫療到居家 所有的各種配置 我們怎麼進到這個家庭 我想我們都知道房地產 其實重視的是房屋的價值 但是現在更高的附加價值 是在像IoT 這些AI 他加進去的附加價值 包含在醫療上面 其實你如果你要從你住宅到你的意願 其實有很長的一段距離 但是如果他在及時的 他就有辦法瞭解你現在狀況 他可以幫你先事先急救 所以在整個的數位家庭裡面 其實跟房價你其實一看 其實他真的加可能不到十Percent 但是他加的價值只捆了好幾倍 是 在未來的 我們認為房子在做這種智慧宅上面 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現在像很多的那個這個 我看這次我到商湯科技 看人臉變數 是 那汽車的發展 我看已經慢慢 如果人臉變數跟車載的監視系統 這個慢慢的他大概就到無人汽車的路上 是 就會上路 所以這樣這樣 因為我看人臉變數 如果用在住宅 是 好像現在也是很普遍 是 這個你要說明一下 現在我們可以說人工智慧上面 他一開始是機器學習 然後再到所謂的深度學習 再到自主學習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種人臉變數的話 其實他都可以到那種所謂的自主學習 到你可以瞭解說 那現在進來的人 是不是有 是不是家裡的人 然後是誰回來的 然後甚至在裡面的家庭的冷氣 甚至裡面的相關的燈光的變化 跟開窗 光窗 這些都可以去做整合 那如果是認識的 不認識的人或是什麼 他就會去說 如果你是要訪客 那你是不是要留言等等 這些的應用 其實在人眼變色上面 現在已經不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更何況像手機 Apple iPhone的 他做出來的效果 其實在現在的這些智慧家庭上面 也陸續做出來了 我想這個是一個新的應用 那我想吳教授要不要稍微把現在 我們在校園當中 比方說我最近看到中信金管理學院 他要準備成為AI金融學院 那這個就是說將來如果說像現在比方說區塊鏈 那這個很多的這個在目前的加密貨幣風起營湧 那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 在這個新經濟的浪潮當中 他的發展速度到底怎麼樣 我會覺得現在的教育 其實坦白說教育系統是一個進步很緩慢的系統 因為現在的教育都是人們在學知識畢業以後到產業去應用 那所以學生在學知識的時候很無力 因為不曉得這知識要用在什麼地方 以前我有一個學生說 他讀了會計之後 完全不懂什麼叫做會計 後來出去創業了 他發現讀不懂財務報表 他就沒辦法進運公司的時候 他都一夕之間 他跟我說老師原來會計這麼簡單 因為在學校教的時候沒有應用 所以會計很困難 沒有應用 所以深度學習很困難 但是你到食物界中針對某一個應用 要解決的時候 那就會來用就很容易 那就非常簡單 因為所以說現在的一個翻轉學習 一個新的教育方法 應該是解決問題為導向的 因為有了問題 學生學習就非常的具體了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剛剛講的人臉辨識 在舊的AI裡頭 是由人來定義人臉的特徵值 所以這個五官的距離 但是新的AI裡頭 是由電腦自己定義人臉的特徵值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人臉上定義了二十個特徵值 你很難在十億人口中找到這個人 但是電腦如果在你的臉上找到了十萬個特徵值 他就很容易在這麼多人口找到你這裡 而且特點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在臉書上面 你一張照片過去之後 他是馬上知道這十個人二十個人 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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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舊AI裡頭 你必須震驚為座的 在中正機場裡頭 你要照著camera 然後停留個兩秒鐘三秒鐘 他要算出你的五官 那是舊AI 因為人定特徵值 要用邏輯來運算 但新AI是一張照片上去了 即使畫面很黑暗 即使你不是正面 而是側面 AI都能夠辨識到你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在一群人群中 快速找到金河兄你在哪裡 舊AI你必須要正經為座 對著螢幕 譬如說我們說 在智慧住宅的過程中 你要正經為座 對著螢幕 他去計算出你臉部的特徵值 但是商湯科技 他們真正強的地方 不是新AI 當他取得你大概這個 很多張的照片之後 今天你即使是側面 即使在昏暗的地方 不是正經為座 甚至現場有一百多個人的時候 他也可以找到你在中間 所以那個人臉辨識 現在我在想說 那個科技應用到極致的時候 人臉其實很可怕 為什麼 他在社會控制裡面 很重要 最近美國的學者在研究 他說一百多年前 那個顏世凱當皇帝的時候 很多人反對 知識分子都上街頭 他說這次 中國其他的延長任期 好像都沒人講話 他說這個商湯科技 照上去 如果你反對 可能你就不見了 這是一個比較可怕的 那我說最近你看到 大陸抓逃犯 張學演唱會 都抓好幾個 這個是不是一個人臉辨識 一個很結智的應用 因為你知道這個防範犯罪最好的方法是公開透明 對 因為過去我們都要有身份證 或者是QR Code O2O要QR Code 那都不是很自然的東西 以後你的臉就是你的身份證 你的臉就是你的QR Code的時候 然後你會發現你無所遁形 所以所以你會發現 你知道我在去年十一月 到新加坡的國會大廈 他們在討論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過去都在談隱私權 他發現在AI的制度中 沒有隱私可言 你應該要強調的叫做數據權 就是我怎麼去定義 我的數據使用的權利 因為隱私權 你會發現 中國跟美國的競爭 我覺得美國是一個重視隱私權的國家 所以數據的使用 最近歐盟對不對 這數據的使用會有限制 所以數據是AI的根 所以這樣子會限制掉 隨著這個 我們說所謂的這個隱私權 會限制掉整個AI的發展 所以中國發展AI比較快 他發展AI跟互聯網 為什麼變得比較快 因為他對於隱私權的思維 不是這麼的嚴謹 但是新加坡提出一個想法 其實你應該要做的是數據權 因為你只要談到隱私權 你臉書不能用了 Google不能用了 Line不能用了 所有精準都不能用了 而且甚至AI也不能用了 所以人開始要慢慢開始體會到 一個新的權力時代 這個新的權力 不是隱私權的至高無上 而是我願意授權我的數據給人用 但如何保護我的數據 使用的範圍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人臉辨識 這個隱私 你永遠跑不掉 而且新的AI中 可以在一百人裡頭找到你是誰 而不是你正經為座 你在不知不覺的過程當中 你就被監視住了 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一個地方 我想這個這也是 我們在看大陸 很多產業 這個其實我看來看去 最可怕的還是人臉辨識 因為他已經可以無限傷感力 你到中國很多 除了深淨以外 很多城市 你住飯店 第一道程序先拍照 那我說我們以前到飯店 直接就去拿環卡 都在遊覽車上 就把環卡拿好了 對不對 對 現在你不刷臉 你還住不進去 重點是你多住幾次 他刷了幾次臉之後 他就建 AI 就建議你臉部的特徵 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即使在開車 在路上行走 這個這個機器 都掌握到你的特徵 所以以前照片 只是做一個認證 現在照片是建立數據 一旦數據出來之後 未來的應用是非常多的 所以前陣子不是說 說說有些智能手機 會有人臉辨識 來開手機嗎 你要注意 因為這些的人臉的特徵值 都被某一家公司收集住了 對 收集住了以後 他未來的 我們說重點在數據 重點不在人臉辨識的algorithm 這個演算法可以 未來是非常容易使用到的 但一旦他建立到了 這個兩億人的人臉特徵 他就可以在真實世界上 推展很多以人臉辨識 為基底的一些的應用 而這個人臉辨識 跟我們現在的國際機場的人臉辨識 不一樣的 他不需要正經為作 你在正常的活動之中 他就能夠辨識你是誰 重點在數據 所以你要記得 你在那個一張張照片的過程中 其實某些的單位 已經建立到你的人臉數據 對 我想這個也只 就是你在中國的這個政治控制當中 這是最深的工程 就是說你會發現當大家一個 一個社會有什麼狀況 沒有人敢講話的時候 就告訴你這個人臉的位力 是非常大的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再請順患兄 你來告訴我們 其實我看最近很多新應用 5G是一個很重要的臨界點 就是說你現在無人機 無人駕駛汽車 其實他在新科技發展裡面 我覺得那個大概都卡在5G的建置 所以後面包括IoT 如果到5G的時代來你以後 他到底會出現什麼變化 我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題目 你等一下來給我們上一個課 好不好 稍微回來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在這次中美貿易戰當中 其實有跟未來的核心關鍵技術有關 這當中5G其實非常重要 那5G的發展 如果他將來上路 我相信這是人類力 實際上一個很大的跨藥 那很多的建制 我剛剛講 包括無人機 無人駕駛汽車 這個無人駕駛汽車 我在以色列做過一次 那但是現在這種這個 包括你的頻寬 跟你的綜合運用 這個4G看起來還不是那麼成熟 所以所有一切的決戰 大概從5G開始 你可以跟我們大概來上一下課 把那個5G的未來發展 大概會呈現什麼一個氣候 來跟我們觀眾朋友來沙盤 推演一下 市長 我想第一個5G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看 比現在4G可以快到一百倍 而且他連結的 可以超過一千倍以上 也就是說他的 不管是連結的數字 或是他運算的數字 其實是遠超過現在4G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的應用 你都會覺得卡卡 你坐無人車 可能會覺得怎麼只有這樣的路徑 然後周邊的反應 你可能都來不及什麼的 所以他會有很多他的瓶頸存在 所以除了我們看前面談到 你說AI或是甚至區塊鏈 這些到最後會有個資 加密等等 這些的東西 其實因為你區塊鏈 就是不斷的讓你有加密 不斷的加密 到最後 以後我們可能買東西 就是直接跟可能周杰倫 直接買歌曲就好 你連平臺都不用 但是你的個人的信用 他全部都記錄得非常清楚 但是這些全部都需要大量的運算 跟大量的通訊 去做整合才有辦法 那尤其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像未來的AI的應用 過去來講 大概都是一顆 一顆圈圈而已 現在其實他已經是有點擺 擺加帳齊放的狀況 所以都到了兩顆圈圈 甚至到三顆圈圈 像這些的零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說這些的像5G的建設好了 這些的通訊快了以後 包含像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自動駕駛Tesla這邊 他可以更多去學習 這些的駕駛的經驗 不只是你原來操控的經驗 他還有結合外面跟結合他演算等等 他才有辦法去做到 更精準更安全的控制 否則其實之前在四G發展的時候 還有一些不小心撞車 夜間 然後又下大雨 他沒有辦法去判斷的時候 還會去撞到這種事件 在未來5G的發展裡面 他的反應速度更快的時候 其實他都可以逐漸的避免掉 那另外來講的話 像先前提到像這種金融上面 其實他現在運作的速度 其實像這些的假的交易 尤其是我們現在常常在上網 都有一些假的 假的那種 到最後我們都被騙錢 然後全會 以後這種狀況 也不會發生 他現在其實在這種像阿里巴巴 推出的這種螞蟻的金幅來講的話 其實他假交易降低的十倍 他不是一倍兩倍 他是降低的十倍 然後像這些我們這樣簡單的這種核帶的 其實從一天 現在變成三十秒 所以他很快的可以去核帶你的狀況 而且他這些的語音的服務 從六十七這種銷售等等 其實他也提升到八十 然後另外的話 我們都知道說 像エマロン GO 這樣的一個商店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他在整個的應用上面來講 其實更成熟 那其實他重要的不是你去買了以後 甚至你不小心帶出去 然後浪費的都就是他虧錢的都沒關係 他最重要是要瞭解你的數據 瞭解你個人在看這些所有東西的狀況 跟統計之後 他衍生出來 那這些來講的話 其實都需要用到現在像七奈米 等等的相關的製程之後 他會有更整合性 更完善的一個方案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像提到 像ECO這種東西 現在還會發生偶爾故障 但是未來在不管是在5G 或是更先進的半導體製程的 更快速運算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這些的狀況 其實都會再減少 甚至不會發生 這個要是新時代來臨 那這個等下 所以我在結論 我們看到將來這種機器人 已經大概無所不在了 那個居家 他可能在我們人生當中 扮演重要角色 張宗柏先生最近講 他說還跟人類搶換 搞不好將來有九成人會輸業 那等一下回來 我們盧教授來跟我們 大概來談談AI的發展 最後的在我們未來生活當中 是帶來的衝擊到底有多大 稍微回來 今天我們請盧教授來上AI的課 其實最近有人在批評 他說臺灣在AI的路上 發展又慢又過時 那現在這個是未來影響 我們一輩子 很重要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條路 所以我在想說臺灣有臺灣的定位 跟臺灣的優勢 臺灣的弱勢 盧教授怎麼看 就是說如果像AI全面化 未來五年臺灣會出現 什麼樣性變化 那我們應該有什麼心態 迎接這個新挑戰 是 我自己會覺得這個在AI的市場中 有兩種策略 一個叫做獅子 一個叫做螞蟻 通常中國跟美國是兩頭獅子 但是我們說獅子打不過的是一群螞蟻 所以我說臺灣在發展這個策略的時候 要嘛你就加入獅子 要嘛你就要發展自己的螞蟻 但是我常跟這個學界的朋友 開玩笑說 叫做學海無涯 回頭是岸 因為你今天在學人工智能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應用的domain的時候 你是很難把它給學好 就像我剛剛談到的 你今天叫學生去學會計 你沒有一個應用的domain的時候 會計很難學好 當你遇到了一個domain 遇到了一個會計的問題 一個AI的問題的時候 你再回來學AI 你就非常清楚了 其實在AI的新技術中 臺灣有非常多的機會 因為我剛還是談到這件事情 獅子通常做的都是algorithm 但是AI的事情是說 智能化的問題要用數據來解決 我舉個例子來講 在這個AI的新經濟裡頭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就是越好的東西要賣得越便宜 我有一個這個大陸的朋友跟我說 他在湖南 他說湖南有一個媽媽呢 每一天做一個非常漂亮的音頻 他有國際水準 他晚上的時候會播五分鐘 給你的孩子知道一些科學歷史地理 甚至川普跟這個中美貿易戰 他都用孩子的方法 那個同言同語的方式 做出非常漂亮的五分鐘的音頻 做得非常好 但是只賣你三毛人民幣 三十天只賣給你十塊人民幣 他說物超所值 但是在湖南省 他說他們就有十萬個訂戶 十塊人民幣 用微信支付的小額 數是非常容易的 有十萬個訂戶 他一個月就賺了一百萬人民幣 那如果他說他在全中國發展的話 他可能輕而易舉 會有一百萬個訂戶 乘以十塊錢 就是變成一千萬人民幣 他一年可以賺一億兩千萬人民幣 他只做什麼呢 每天只做五分鐘的音頻 這叫做螞蟻 這叫做臺灣的機會 越好的東西賣得越便宜之後 重點不是一百萬個用戶 而是他掌握到了一百萬個家庭 有小孩家庭的數據 這些數據未來還是可觀的 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我跟臺灣那些銀行提到說 我們做這個理財機器人 通常他們的理財機器人 是服務三百萬的存戶 三百萬的存戶 如果一千個人 那是三十億 我說你做了一個非常棒 非常棒 全世界最好的理財機器人 你應該服務 只有三萬人民幣的 那時候就會有一百萬個人 三百萬人民幣 一百萬就是三百億的這個產值 更重要的是你掌握到一百萬人的數據 這個數據才是未來人工智能發展的東西 所以在新經濟中 我們還是強調這件事情 臺灣可以加入獅子的演算法的發展 這個AI機器的這個發展 但是我覺得臺灣有更多的機會 去做一些的螞蟻 這些的螞蟻 臺灣的Mindset 一定要回到新經濟過程中 因為過去我們說 在CRM的時代中 我們要做高附加價值的事情 你知道在這個演化的過程中 演化是有盲點的 當這個恐龍說要越大 就越能夠生存的時候 他的盲點 當這個食物短缺的時候 你生物越大 就越不利你 臺灣在整個演化的過程中 一直要做高附加價值的事情 但是人工智能的新經濟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這種所謂的低附加價值 這種三毛人民幣的東西 才是真正的這個新經濟中 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三毛人民幣 乘以整個的互聯網上的這個數量 三毛人民幣 你這個數量才產生的大數據 這個大數據所產生的 未來的AI的應用 這個才是真正新經濟的 這個獲利的來源 好 我們今天開示一番 這個當獅子 要不要當螞蟻 臺灣當螞蟻會比較多 這個當獅子 可能不是我們的強項 但是獅子打不過螞蟻 好 那這個也是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新經濟的浪潮 這個就在我們身邊 而且他是像巨浪一樣 席檢過來 那大家對未來的生活形態 跟發展的方向 包括年輕人 可能要掌握這樣一個發展的契機 謝謝盧教授 也謝謝我們楊處長 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嬰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